自动驾驶呢 可以说是今年CES最火热的概念之一 从车企到新科技公司 无不争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科技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特意邀请到 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产品副总裁 吴振浩 August 吴先生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August 欢迎 谢谢VV 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领域呢 可以说是兵家众争之地 那么今年您觉得在今年CES上 哪一家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我觉得一些科技公司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包括像NVIDIA 他们推出了一些新的这个基于GPU的计算平台 那么包括百度推出了这个阿波罗的2.0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传统的一级供应商 也在进一步的转型或者是升级 那么包括像Delphi原来的这个公司 变成了Active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牌的供应商 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个领域越来越重视 那从今年的这个分布的情况看 您觉得整体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 我觉得大家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吧 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自动驾驶是一个非常复杂 庞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从能工智能的软件到这个传感 再到计算再到控制 很多的方面都需要专业的技术 专业的这个公司来做 那我们知道呢 Vovo也推出了一个叫Drive Me的项目 就是建制自动驾驶这个领域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吗 Vovo首先在自动驾驶领域 我雄心也非常的明确 我们希望在2021年 推出首个商用化的这个汽车 我们非常希望了解 真实的消费者 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一个看法和观点 未来几年有100个消费者 来去试驾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车辆 测试我们车辆之后呢 我们来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 这样Vovo未来推出的自动驾驶车辆 也是非常能够符合 真实的消费者的一个行为习惯的 我们也知道呢 Uber跟Vovo也签了一个 几万台的一个大订单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吗 对 首先呢Vovo和Uber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了进行了一个 共同开发的合作 那么这个合作呢 Vovo是提供基础的车辆 那么上面的这个传感设备 以及这个控制的一些设备呢 是由Uber来提供的 那么几万辆的这个大的规模 主要是因为Uber预见到将来 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的 这样一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数量会比较庞大 所以呢Vovo也是他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方 那Vovo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车辆 这个呢和我们Vovo去开发 自动驾驶的技术呢 本身也并不矛盾 之前业内一直有一个争议 就是说到底谁会首先实现自动驾驶 到底是传统的车企进行的革新呢 还是科技公司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都有可能 当然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技术路径 其实并不一样 那么科技公司的他们更多focus 在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方面 无论是这个Uber还是 包括谷歌他们看上去 都是想在这条路上 那么传统的车企呢 我们focus是在既能作为这个自动驾驶 又可以让人普通的人来驾驶的这个车辆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路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 在三到四年之内实现 那么在传统车企里 我相信沃尔沃是走得比较前面的 我相信我们也可能是第一个 实现这个技术的车企 好的 那您可以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领域上 可以大胆地给我们预测一下 未来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吗 我觉得目前来看谷歌的这个Vivo 技术是比较领先的 那我相信无论是Uber还是Lift 他们也都在很拼命地往前追赶 所以我觉得包括中国的一些公司 我相信也有在这方面有这个机会 中国在自动驾驶这个领域 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消费者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我觉得影响这个自动驾驶 真正在消费者得到这个认可 主要还是一个安全的因素 那我相信无论是像沃尔沃也好 还是一些其他的公司 在安全上得到足够的这样一个 消费者认可之后 我相信消费者是会去尝试这个产品 那您觉得自动驾驶在中国 落地的这个情况 能给我们一个预测吗 我觉得其实从技术的角度 中国可能在自动驾驶领 并不比欧美要落后太多 我相信很多的公司 包括科技公司 包括车企 都能大力的这个去推动 那我相信可能在监管方面 可能需要一些做出一些调整来支持 好 感谢August给我们带来非常专业的点评 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到 自动驾驶领域最新的动向 那么还没有看够的小伙伴们呢 August还会在车云网上 继续推出一系列的专栏文章 然后VV闯硅谷和车云网 也会继续推出一系列 CS的专题节目 请不要错过 感谢August